咖啡店是很多四五年级生 印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糖果屋 这个充满魅力的糖果屋 每天都会吸引很多的小朋友 到店门口张望 有钱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多买一些 然后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 吃着吃着才发现自己 钱都花光了 然后就开始说 你也要请客啊 你也要请客啊 然后大家就笑成一团 纯真的年代 纯真的友谊 也带来了超级开心的童年 进到店里面 我真的超级惊讶的 店里面竟然有这么这么这么多 小时候的记忆 我相信对四五年级生来说 应该一点都不陌生 真的很开心再次看到这些小时候的零食 这些东西都从哪来的啊? 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个东西啊? 太强了吧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吗? 有 有 你们都那种复补店哦 还好又把那些即将濒临倒闭的店 全部都烧回来 那一定没有买到啦 对啊 自己拿下 自己拿下 自己拿一遍 湿不流 这是摩子 对对对 超级的 对对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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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个香烟是 这个香烟是真的还假的啊? 假的 假的 假的嘛 对假的 是这以前早期的那个烟 这个标题用酒 所以你们是特地找人做的吗 加上用酒 对啊 是不是找人做的 跟厂商糖 跟厂商糖 那你要有一定的量吧 真的哦 小时候吃最多的苹果面包 这是可以吞食的口香糖 给我们包